今天又回來了 來關心我們來的代理 文部跟要開放 這是引起討論 可以有輔助團體公佈一份調查 調查的結果是超過八十的民眾 都沒有支持學法化 主張說洗面不能代理 所以既轉人工信息化的修圍 現在為何部長市水管市表示 政府會在鼓勵過年前 基本兩張共聽話 現在決定要如何修圍 這幾年授求 代理文部學科的商品 一直在臺灣出現 你歡迎委員委員會 又在今年十幾月催事 進行政工信息化 無分調問受情粗寒的促進 願望放任政工信息規範 那接代理文部 不過有輔助團體進行 將對全台民眾進行代理文部學院 必須太多文館調查 結果八千一百十四筆的資料 有向英文七千七百八十分當中 有六千三百八百億 超過八十民眾 沒有支持代理文部學院 臺灣不應該把另外一個女性當成工具 或是好像一個自動販賣機一樣 投入金錢就可以購買 購買嬰兒 佛路團體表示 為國外案例發言 差不多都是算帳 那就是地銷水準比較低 那就是大千佛路為賺錢 再接代人的工作 過去就沒發生 代人一半 就被要求將孩子拿掉 過代理期間都是 以國客為議會 不過因為兩次來自 他人不是因貌 也比較發現 不用去不轉進行國會後 台北的健康狀況 是完全無比考慮的 還跟上臺灣 印珍富有失望論 如果還要讓他們這樣選擇 這還要害 只因為我付錢 就希望就能夠買到一個孩子 我們也聽到過 因為這個孩子生下來 不如我的預期 或者有一點早產 我就不要了 那孩子要怎麼辦 初步的內容應該是有 但是還沒有集結成為願吧 社會上對於代理孕母這件事情 還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以這一次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那各個政黨其實就是說 對於代理孕母的態度 也都不盡相同 這一個議題 顯然社會的共識 還有一段距離 七歲的共調 目前對人工生習慣修患 要不具體的時間和目標 因為不知道 大家意見差別有落地 會在六月過年之後 落書開兩天共聽火 來決定人工生習慣如何來修患 一切要是我們共聽火之後 再來決定 記者綜合報道